姐妹们 大哥说想吃牛肉板面了 买回这么大一块牛肉 咱今天中午做牛肉板面啊 要看哪里板面最正宗 还得是在试下装正宗安徽牛肉板面 走做饭去 把块切大点 让大哥吃着过瘾 外边卖了一点点肉 用热水泡点干辣椒 这样炸出来不容易糊 让它泡着吧 咱炒料去 锅里来点油 把料头放进去 把香料也放进去 小伙慢慢煸上 就把它炒香 炸得微微焦黄了 好香呀 捞出来 香料别扔 一会儿包起来留着用 把牛放下去 小伙慢慢煸炒 把油脂都煸出来了 把辣椒放进去 放个火锅底料 继续炒 炒得好香呀 放点热水 放点生抽 少来点老抽 上个色 放点蚝油 来点胡椒粉 放两勺盐 把辣椒放进去 下下炖半个小时 咱去和个面去 今天和两碗面就够吃了 放点盐 温水和面 行了 稍微醒十分钟 一会儿面更坏润 面先好了 拿出来 再稍微抖一抖 切成剂子 揉成小盐球 拿一个剂子 摁一下 改成牛舌状 翻过来 中间摁一下 行了 表面上上一层油 都弄好了 让它醒发一会儿 醒的时间越长 咱的面也好吃 咱们看牛肉怎么样了 炖的好香呀 把料包捞出来 放点豆皮 放点肠 再来几个鸡蛋 盖上盖 再炖二十分钟 咱们可以开饭了 咱牛肉炖好了啊 太有食欲了 出锅 咱准备撑面 拿一个面 从中间慢慢往那边撑 从中间撕一下 放点小油菜 煮好了 出锅吃饭 来根肠 炒鸡蛋 放个豆皮 来点牛肉汤 表面做好了啊 这么多牛肉 大哥肯定能吃过 也在吃饭 你走 吃饭了 再看看 这边就吃饭了 这么多牛肉 你看